出门前车上班 辽宁男子哭笑不得 停车场所有轿车都被厚重积雪覆盖 只剩雨刷在外面 哪台是自己的像拆盲盒一样 因为暴风雪同样很炯的 还有这位住户 阳台门往内拉开 眼前挡着的是一公尺高的积雪 门整个被封住 寸步难行的情况 也发生在大马路上 硕士为民众跟着Coline卖力推车 受到特大暴雪影响 轻轨开一半卡住 乘客只好通通下车帮忙推 同样地点 电车也被积雪卡着 司机想到一个妙招 要整车民众同时跳起来 结果还真的成功 把卡在车上的雪震掉 顺利前进 截至9号统计 沈阳已经连续下雪40小时 当地八个社区和大学生发动 千人打雪仗 广场上能上百颗雪球 同时在空中飞 我以为就是上家恶搞我 给我发了一罐雪 明明下单买卸妆水 却收到一瓶白色高状物 这也是天气太冷惹的祸 把卸妆水内的油脂 结冻的结果 这次大陆寒流 不只有大雪还有大风 河北前黄岛一对父子出门 一路被风推着走 孩子还重心不稳摔倒 爸爸想帮忙 但被大风吹到根本无法控制手脚 恶劣的极端天气 让大陆多省民众 经历也记录下许多苦中作乐的瞬间 TVBS新闻 最好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